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0号 两市出现了上升 并且形成了日线的序列高9 六个指数都有 六个指数都有日线序列高9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是前天过趋势 前天过趋势 我建议大家先等日线的高9失效 因为你这个地方买入 到今天你说它挡这么一点点 但如果这个是高9 这就是高位了 所以往上走它有高9 往下走就破趋势 所以这个地方买入的属性不明 建议大家把日线的高9回避一下 基本上下周二就会有结果 最快下周二就会有结果 好吧 这跟咱们前天说的没什么区别 分钟线有一些 就是今天的日线的高9是多指数的 几乎所有的指数都出现日线的高9 但是不是所有的指数的高9都在高位 有的指数高7是高位 那周一如果高10是在高位的话 9的效果仍然是比较有效的 比较有效的 这波天天正 对 这波是天天正 好吧 这其实也无所谓 四成仓 咱们卖掉的四成仓 底部买了两成 这里追了两成 一共四成仓 不吃亏 对吧 六成仓 咱们顶上卖的六成仓 你就算在这买入也不吃亏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目前日线的序列 回避一下 能怎么低 对不对 能怎么低 等着 等着 好 再看下一张图 上那只输的190分钟线 90分钟线会有一个小的动画 下周一可能会有个小的动画 级别不到 这个地方会有动画 级别不大 下周一一开盘 往上走一点点动画就消失 但是结构形成跟日线序列 就什么意思呢 90分钟下周一一开盘 它有动画 但是我们说下周二收盘 序列才有可能消失 但是90分钟的一开盘的这个动画 可能挺不到周二的收盘 要么就形成结构 要么就动画消失了 能力也不 就是它可能 它这个级别小到 它可能挺不到周二 它就 这个要么就结构形成 要么就消失了 所以呢 90分钟可以不看 可以不看 60分钟一样 60分钟 60分钟呢 我把那个通道线 我们多点说啊 我们说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还是平行线啊 还是平行线 取了这个点啊 这个点还是要取的 然后我们之前起的是这个点对吧 现在呢取这个点和这个点 然后过最低点做平行线 好吧 做过最低点做平行线 60分钟线啊 60分钟线下周一也有几个动画 这个动画级别要比90分钟要大一些啊 所以呢 下周一重点看 60分钟线的顶部的动画情况 训练呢 因为下周一可能没有结果啊 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都没有结果 所以训练呢 日线不用看啊 只不过这个地方不建议追涨 今天也有人也学问 他这满仓的要不要卖出 我说满仓的也没必要卖出 30分钟线啊 30分钟线 呃 只有一个指数没有 创业版指数没有 是吧 剩下的指数30分钟线都有动画加序列 然后呢 都指向了下周一的 10点30分啊 10点30分 30分钟 30分钟大概率会形成结构啊 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周一的时间是下周一的上午10点半 好吧 10点半这个时候 60分钟也动画了 60分钟也动画了 所以周一呢 是看结构 周二是看序列 这不多讲啊 能理解不 下周一 中点看30分钟 60分钟结构 下周二呢 重点看日线的序列 那么如果日线序列失效了的话呢 大概率结构它也是失效了 也就失效了 对吧 那么周二就应该买回 应该买入 好吧 能理解把我说的比较简单了啊 能理解的打一 满仓的太会嘚瑟了 有啥可嘚瑟的 你以为它在底部满仓的 你以为它在底部满仓的 我就问你 基本都是顶部满仓的 但这一波吧 这一波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强太多了 强太多 那行情确实是一直涨 那也不会有 正常应该 对吧 应该ABC嘛 或者是头肩地嘛 现在目前右肩也没形成 看这个日线的序列吧 因为这波上涨 只有这个地方 它有日线序列啊 看这个日线序列的效果吧 是不是反转了 目前来讲 不能肯定反转 无法判定 中东2020 满仓的周一卖点吧 我这个盘中说了 序列它不是卖点啊 我们最多是不追涨 但是卖出是没有道理的 结构可以卖出 但是序列不行 那周一如果有60分钟 现在顶部结构 可以考虑减一部分 但不要多减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这样的 满仓了啊 周一如果有60分钟结构的话 这跟上次咱们给的建议是一样的 如果走头肩底 如果走头肩底 这中间会有一个回调 但这个回调的力度不好说 这个将来再说吧 但它不会一直涨 注意啊 不会一直涨 现在是2284 3284 单阳侧顶是3360好像 我看一下 3368 3368 现在2284 3368 差了80个点 差了80个点 单阳侧顶差80个点 反正呢 就这波头肩底 我个人判断呢 还是头肩底的概率比较大 反转的标准 长期趋势走平 现在呢 就是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又接近了 又接近了 现在你就别说90分钟结构了 60分钟结构六天就有可能把两个趋势全跌团 两个趋势全跌团 你就立马从满舱就得干回到空舱的状态 这多吓人呢 对不对 单阳侧顶是3368 3368 80点我不要了 他没说给你 他没说给你 60分钟结构没必要减四成舱 四成舱其实 你说你 对吧 不买回 这个市场的上升 你可以说六成舱不买 但是你完全空舱的话 其实不好吧 心理承受力就不会特别好吧 对吧 耐心点吧 耐心点吧 80多点就是2% 凭啥不要 你那么确定他一定有这2% 你那么确定一定 不一定的 就这波吧 我们本来呢 就是也不判断他反转 也不判断有这么大的反弹 我们最开始呢 判断有15天的反弹 然后呢 底部呢 还没有买入条件 我们说呢 就调下心态 买了两成舱 结果这一顿涨 是不是 这一顿涨 但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 从事实的角度来讲 六成舱 满舱到六成舱 咱们顶上卖的 四成舱 我们卖出的位置 底部买了两成 后来又追了两成 它的平均价 也比咱们卖出的四成舱位置低 六成舱也比六成舱的 顶部卖的六成舱的位置低 所以对咱们来讲呢 就是也没有那么差 只不过呢 就是没有建立起大优势 这波大优势 我是做了准备的 就是很可惜 特别可惜啊 我那个时候也跟大家说 我说特别可惜 缺少一点运气成分 准备我是做了的 我准备买六成舱的 我跟咱们学员都说了 是吧 哎 天功不作美啊 很好了 这个在外面不知道怎么情况 现在最主要的 在外面的人呢 就是他们面对逆境 是不太好处理的 就是有很多 就是冻舱就直接下来 直接下来之后 其实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你就套着了 套着了就躺平 对吧 套住并且牢靠了 叫做套牢 老师承认吧 已经反转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反转 请问你怎么看出来的反转 也就是说我判断头肩底 或者是判断ABC 那么假如说 这里是反转 会不会出现B 那么后面有没有C A的速度很快 C很难超过A的速度 如果A慢 C倒有可能 所以呢 就是这里呢 我无法判断反转 还有一个原因 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凡是住大底 第一波都很慢的 底部呢 都是让大家不断怀疑的 但是你看那个 在下跌过程中 非常大幅快速的上升 12年出现过一次 我想想想 还哪年出现过一次 就是大行情是小 大涨是小行情 小涨是大行情 这有原来跟大家说过吧 记得的打1 我说大涨小行情 小涨大行情 记得的打1 所以呢 所以现在来讲 你判断反转的 这个这个 还是很早 还是很 太早了 我不说嘛 这个60分钟 如果有6天的反弹 回调的话 两个趋势都有可能 击穿 因为现在两个趋势开始接近 两个趋势有可能 就是接近了 大家开始 这6天 这两个趋势 全击穿的话 请问你还看吗 还看反转吗 所以现在看反转 是不是太早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什么呢 出现B 主要 如果这一波上升 统称为A的话 出现B 后面关键是看C C如果速度快 上升猛烈 那么你再抬反转 也来得及 C如果要是比较缓慢的话 那可能ABC 整个就结束了 结束了呢 就是代表了 我说的还有一种走势 我前两天跟他说 我说有一种走势 是去年12月份 到今年4月底 是大A 然后 4月底到现在 或者是到未来几个月 是大B 就是这个7、8 6、7、8月份 出现高点 而不是出现低点 这个是很不好的 我跟咱们学员讲过 这个是很不好的 就出现低点的话 安全性特别好 确定性也特别好 那都就是 就最近 三四年 包括去年 包括今年 包括 就是未来的三四年 就这个地方特别好 如果要是 6、7、8月份 出现低点 但假如说出现高点的话 那就没那么好 好吧 也行 但是没那么好 咱们其实有点小优势 但没有大优势 这个也跟咱们学员说过 耐心点呗 那年能咋地啊 航线怎么走都是对的 你对航线就是 无条件服从 好不好 无条件服从 还有什么问题吗 下周三 6月15号 我们618活动 因为618呢 是周末 所以我们提前到6月15号 上午10点准时开始 差不多30分钟就会结束 打七五折 限时 然后买一年 送一年的天使选顾和全推数据 跟双十一啊 这个去年的618都一样 但今年的618呢 应该是比往年的618 价格要优惠一点 往年618就八折 对吧 今年七五折啊 今年七五折 你这波小行情 你这个理解 理解能力不一样 理解能力不一样 我说如果反弹的快猛 第一波反弹的快猛 往往像小行情 这以前说的都不是现在说的 认证大行情呢 你会发现底部的时候呢 它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懵 所以呢 就是大涨小行情 小涨大行情 这个它是有因果的 不是说这一波行情小和大的问题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事后诸葛没有意义啊 说什么这波踏空了的什么的 事后诸葛没有意义 请问底部 如果你不踏空 你就得重仓买 你为什么重仓买 你能告诉我 你解释出来我就扶你 你就别重仓买了 你清仓都不一定敢买 因为这波是尖底 对不对 你清仓都不一定敢买 所以行情涨 行情涨 我们最开始也不判断 我一直实事求是的说 我说我一开始就不判断 它出现这么强的上涨 我判断就是一个15天的反弹 到15天之后继续涨 那也没办法 我不说行情永远都是对的吗 那上面还有趋势护航 我说了四成仓 咱们在底部买了两成 然后后来追买两成 那么四成仓的平均成本 是要低于咱们卖出的四成仓的成本的 顶部的六成仓 高位卖出的 你现在买入 你明天买入 你下周买入 你大下周买入 都是有优势的 对吧 这是真实的交易 底部本来我们是想多买的 缺少一点运气 但是提前我是跟咱们学员打过招呼的 但只不过缺少一点运气 但除了缺少运气以外 你说操作上咱们做错了什么 它能符合多买的 我们不就买进去了 它肯定是没符合 对不对 它没符合你怎么办 你能把这个行线怎么办 你包括现在是吧 那行线一直涨一直涨 那我们说 日线的顶部的序列 多留期的 共振的 现在六个指数全有高就 你非要在这个地方卖 一回落怎么办 日线高就回落个七八天 没问题吧 回落个七八天 两个趋势全地方 刚满舱就要清舱 这就很痛苦 所以我们说 把这些明显的 确定性比较好的地方回避一下 同理我们把明显的确定性 比较好的机会 咱们也把握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咱们是把握了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15点54分 这里属于主级正向波的高就吗 对 主级正向波的高就 拿运气来遮掩你 判断上的错误 真有意思啊 胖娘们 我先进言三次 一般人可能遇到这样的 就不说了是吧 我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 我从来就没有说 判断上没有错误 我刚才说了 我最开始判断15天的反弹 第二个 我说从操作上咱们做的没有问题 底部你凭什么买入 你竟然底部买不进去 或者你没有道理买入 那么这波行情做不上 这很正常 今天心情好啊 跟他白色白色 第三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我一直判断正确 那我没有说过 我一直判断正确 那判断错误的很正常呀 但毕竟我们是有判断 有反弹的吧 毕竟我们是在底部买了的吧 先进言三次是吧 先进言三次 所以呢 就像这样的吧 他不亏钱 我就觉得天理难容 对吧 天理难容 像这样的 啥也不是 还有什么问题吗 行情好就是小甜甜 不好就是牛夫人 不好就是胖娘们 你吧 你说谁娘们都行 这么多年 我就这么爷们的一个人 你瞎你 就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我还把它念出来 我还把它念出来 老师还骂了 没事啊 骂我的人多了 他算老几 所以我昨天说是吧 我说昨天说 我说这个当老师太难了 我说这个一定会有 都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 就是一定会有 每一次都有 每一次都有啊 除非呢 你就是说做到那种 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除非做到那个 要不然就每一次都有 你像这个 昨天啊 前天 前天突破趋势 最后一笔价格 我们建议大家不买入 那昨天下跌 昨天要上涨也有 你比方说 你买入了 昨天下跌 那昨天也有 能理解吗 也就代表了 就是说这个 前天的那次操作 不管怎么走 他都会有埋怨的 因为昨天 你如果买入了 昨天就埋怨了 对吧 如果你没买 就今天埋怨 是吧 所以太难了 太难了 他的名字叫一号学生 但我也不知道 他是一般都是三号学生 是吧 也不知道他一号 好在哪 这个日线高酒 他毕竟是指数的日线级别 他说一般的级别 我们也就不太理会 日线级别你说怎么办 而且是多指数 所有指数全都是高酒 然后呢 这一波市场的上升 持续到现在 你说你买入 这个地方高酒 你一个回落 是吧 当然了 你就买 也没太大问题 就是我买入 我大不了趋势破坏 我才出来 你就奔着这个想法 你买也没问题 也是符合规则的 所以我只是说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据此教育 后果自负 一号学生 你听明白吗 后果自负 老师这里会不会 干着干着就来个主声 持续上升的可能性不大 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们 就是因为不相信持续下跌 在跌的时候 低迷的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对市场 非常绝望了 对吧 但我们就是敢买入 我们抄了两次底 第一波抄了两成 从四成抄到六成 然后顶部把六成全卖掉 然后变成空仓 底部又抄两成 但底部其实这一波呢 我特别想抄六成 就是那个确定性不好 差那么一点点 但确定性不好呢 我认为呢 一个急跌之后呢 后面应该会有缓跌 也就代表后面还会有机会的 也就不着急 结果呢 这一波就一直涨 仅此而已 但是我们就算他没有 缓跌 就算是这里是肩底 那趋势护航 有趋势在呢 你怕啥啊 肩底以后你都不做了 遇到肩顶和肩顶 你不做了 不做交易了 那该做不还得做吗 好吧 没有自己的点 后面会不会有次底点呢 头肩底的右肩 是个很好的次底点 六十分钟通道的下轨 是一个很好的次底点 那也就代表目前 调整没来 但你相信它一直涨吗 波动才是 法则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 一句话 什么是市场的 波动法则 波动本身就是法则 好了 16点01分